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娇 欢迎收看乐活在人间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现在科学医药这么的发达 可是好像我们人生病的机会 往往也变多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应该是人会越来越健康才对 可是你现在走进任何的大医院 你都会发现人满为患 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出现了某一种问题呢 还是说我们的养生观念 是不正确的呢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要为您邀请到 营养学博士杨乃燕杨教授来跟我们聊聊 如何可以让自己活得更乐活更健康 欢迎杨教授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杨教授这个要问你 这个问题实在 我说实在说简单也简单 说沉重也沉重 我们人如何长保健康的身心 说起来很简单 没错 做起来不见得容易 因为现在人往往忽视了对自己的养生保健的责任 过分的依赖这个医疗 因此喜欢逛大医院 尤其台湾的人喜欢看病喜欢拿药 其实他们忘了一件事 医院是传染病的温床 大概有每20个人 就5%的人 因为到医院去被传染了一些抗药性的病 像绿龙感菌 金黄钞 葡萄球菌 抗药性 所以人没事 小病不要去逛大医院 可是现在好像大家去觉得大医院是一件很方便的事 有病没病都要去挂个号 因为挂号也蛮便宜的 其实这是我们健保的一个浪费 就是过多的保障 很多人变成说 不占便宜 白不占 不拿药 白不拿 其实那个药很多都丢掉了 对 我们每一年大概 至少丢掉了大概1809吨的药 大概等于101 可以跌大概3到4倍 5倍的101 好可怕 你看那些医疗资源多么的浪费 最重要的是最多的是感冒药 对 我们每年感冒 其实不要看医生自己都会好 但我们台湾健保 每年感冒是花了300亿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吃营养午餐吃5年 浪费 然后就是一些那个止疼药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 其实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医疗浪费 忘掉自己对自己的责任 对对对 然后就病痛产生 医院越多病人越多 而且有的时候你到大医院去看 现在的大医院已经弄渐渐的 变成一个好像shopping mall这样子 对对对 里面也有咖啡厅 对不对 然后也有你shopping的速食店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还有你要买衣服剪头发什么的 都有 通通都有 所以变成养成 大家民众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没事 那反正到医院晃晃 其实我从来不去的 为什么看起来生活机能不错 对 但你没有发现很多有的医生护士什么穿了那个袍子 是 就跑进来了 对 其实那都是不对的 还有一些病人有时候挂了管子 就进来 也进来吃东西 这个都是很不安全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其实要重新的矫正我们的观念 对 就是说医院其实真的不是一个shopping逛街的地方 小病靠自己 对 因为百分之八九十的病自己会好 好 我们说小病靠自己 好 那我们就来聊聊了 我们这身体的保健就非常的重要了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自己一个把关者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怎么样对自己的健康 做一个良好的把关呢 好 我们说人要身体健康 就一定要有一些放松休闲娱乐 对对对 好那请教一下杨教授 您自己都做哪一类的休闲娱乐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对生命的态度 你懂得这一辈子 我们身脑病时都自然现象 是 那我们知道怎么放轻松 怎么每天如果活着 如果没病没痛就很快乐 是 不要去找病 是 为什么找病呢 自己给很多压力 然后又生活习惯 现在都是生活习惯病嘛 是 对不对 就是爱抽烟喝酒 熬檳 熬夜 熬夜 然后自己给自己弄得又忙又乱了 生活失去了这个节奏感 韵律 然后该休息不休息 该休闲不休闲 对 然后报时报饮 吃太多了 然后吃完了就睡觉 然后又动得太少 然后家人关系又 又梳理 梳理 对 所以现在人经常忘掉了家人是最重要的 对 其实跟家人之间天伦之乐 对 你会得到很多的支持 得到很多的快乐 对 其实现在很多病是情绪的精神的 这方面的病 我心病也最重要 我觉得 我觉得杨先生讲得非常的好 其实真的很多人就没病自己找病 对 而且常常都是你心魔在作祟 因为你自己 因为你说压力很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压力很大 放松我们也都知道 每个人都有压力 对 可是有些人走得出去 有些人走不出去 没错 走得出去的人呢 他其实就海阔天空 对 就接触另外一种感受 没错 享受生命 对 享受生命 走不出去 你每天关在那个家里面 尤其你说我们现在就是 每个家人的这个活动空间又小 不像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南部 顶天立地的房子 那么大一个 对不对 走出去可能还有什么三合院 四合院的 对 但现在没有 你的生活空间变小了 对 所以整个心也变小了 然后每天呢就在家里胡思乱想 对 把一些身体 把一些这无聊的事情都想坏了 你知道吗 没错 对 所以说我们说呢 怎么样让自己就是可以健康 我们说这第一点 真的你要愿意走得出去 对 然后多关心别人 对 所以呢 刚刚杨教授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当你跟家人的关系变得很亲密的时候 对 其实你会获得很多心理层面的支持 对 那这个支持呢 享受天伦之乐 让你整个人觉得有元气 对 被需要 被肯定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的 没错 还有这个在杨教授书里面也提到 他就说 怎么样的休闲很好 他就说 到那个林木间 瀑布 海岸边 湖泊 做做一些垂吊 露营 搭帐篷的露营 散步 静观 天际 风云变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我从小就先躺在草地上 看那个天上的云彩在变 我觉得那个云彩跟你非常多的幻想 对 那你讲南部 我就在南部 我小时候在嘉义 我在台南 那特别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光害 是 可以看到满天星头 对 那就我觉得可以有很多幻想 我们小时候在我们南部的乡下 我们的雨是有味道的 因为你去想雨打下来会有花香味 会有草香味 是是是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最感动的是 每当我出去露营的时候 即便碰到下雨天 你看那个雨打下来 我都可以很清楚地闻到 每一个雨珠带给你的味道 太棒了 你会感受到那种生命的惊奇 跟力量 我是喜欢听雨的声音 对 我觉得像天籁一样 对 尤其当大地干旱了 哇 一稀里哗啦一下雨 我好高兴 好棒哦 对 喜欢听那种声音 而且小时候啊 你知道吗 我们那种南部家很大嘛 然后人口又少 我们家就这四个 是 然后就常常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会害怕 对 只要一遇到下雨 那个下雨声就给你安定 是是 你就会觉得 那伴着雨声 好像就很好露眠 对 对对 真的 尤其在南部那个榻榻蜜 对 空间比较好 空气比较流通 对 真的觉得睡得很棒 下雨天 所以你说嘛 我们其实刚刚在讲的 这些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就在告诉大家 一个观念 其实人呢 跟这个大自然 都是共存的 对 那你要怎么样保持 一种愉快的心情 没错 相呼应的 对 其实你真的要走出去 接近大自然 人是个小宇宙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是是是 而且尊敬大自然 爱大自然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在杨教授的书里面 他其实也提到 就是说 有这个 有关于这个树木疗法 森林疗法 就是因为这个 杨教授自己亲身 去走入这个森林间 树木间 跟他们对话 感受到一些 很惊奇的力量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头再跟杨教授 来聊聊这个部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好奇妙的一种感觉 我们现在其实在摄影棚里面 也没有走出去 也不是在森林里面 也看不到神木 可是你只要去感受 你去想象 有那个大自然的感觉 跟画面的时候 为什么你整个人就觉得 好有活力 光用想象的 都已经这么了不起的力量 更何况说 你愿意走进去接触大自然 是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森林 因为森林它就带有生命力 其实我现在所讲的 树木森林疗法 它是有根据的 他是一个中国大陆 一个科学家 他在文革的时候 跑到苏尔去 然后他变成苏尔科学院的院士 因为苏尔很多原始林 他在里面研究 研究那个树木疗法 树木的确能够让人变年轻 而且能够治病 他写了一本书 他说因为不同的树种 它带有不同的波动能量 这个不同的波动能量 能够跟人体产生共振 人体就是磁场 树木也是 你看树木它不但高大 它活的寿命远比人长 几百年上千年树多得很 所以它生命力比人强 那么其实它愿意跟你互动 只要你怀着感恩的心 去接触它 去用心恋跟它沟通 说我来了 我感谢你 我能不能跟你的能量互动一下 那你可以有很多做法 比如说你可以用两手抱住树 然后眼睛半壁的 去跟它沟通 你感到那个能量 不断地进入你的身体 就像宇宙能量一样 当你愿意接纳 欢喜心 感谢心 那还有方法就是 你干脆靠在树上 也是个方法 就把那个大树当成一个倚靠这样子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 一种抚慰心灵的方式 其实我们中国人 最注重武藏 那武藏呢 你看这个梧桐树跟苹果树 它可以帮助你 跟这个抚慰你的心脏 因为它跟这个心脏的磁场是共振的 那薄树 松薄 它是对肾脏 也有这种安抚的力量 松树是肝脏 柳树是脾脏 阳树是肺脏 但你不要积那么多 积不住没关系 你就到你们去 因为树林里有各种树 你都跟它友善的关系 五树就是补了五脏 对 就各种树木 它自然会让你那个脏腹平衡 因为在里面会有非常愉悦的感觉 感到大自然的能量 那你一定要有感恩的心 是 中国古人讲过 松薄树下人长寿 所以这种老祖人 老祖宗 我们老祖宗就知道了 长寿松薄树下的人 你看松薄长青树 对 它是长青树 对 活都是好几千年的树 没错 那我们人也需要能够长青 虽然老了 但是还是活得很健康 对 其实要活得很健康 活得很快乐 才会有生活品质的 那至少 你可以在家里 阳台上种了一点花草 说 跟它互动 对 感到生命力起来 或者芽菜 芽菜生命力特别强 我们在家里种那个 芽菜 豆芽菜 对 木树芽 因为每个小朋友以前 就是他们第一堂课 都会老师叫你 拿一棵种子 然后去观察 然后就看那个豆芽菜 怎么生长 对 没错 观察一个种子 如何变成一个 对 小苗 然后变成一个树 整个过程中非常奇妙 是 那你还可以栽来吃 对 而且我还要跟各位讲 好棒 那个芽菜呢 是一个全方位的营养 你看它整个呢 这个生命的营养 养分都在整个芽菜里头 对 你也不会说它的根 什么东西不吃啊 它会变化 它就是从一颗种子 变成一颗芽菜这样子 它里面酵素 会变得很活泼 是 然后很多这样 所以我们说呢 走进这个大自然里面 去接触这个森林 然后像用 就刚刚像杨教授讲 用一个感恩的心 那我觉得我下次 阿教授也要这样子 我如果再有出去露营 在树林间 我就要去跟树 学习着冥想跟对话 对 四分钟二十分钟 对 我在想一定感觉很棒 自己好像就是被充了电的感觉 对 充电这个倒是真的 有时候常常我们走进森林里面 是 或者走过一个瀑布的旁边 没错 你就会感觉被充电到了 对 为什么会这样 像我来瀑布那边 对 那边有大概有两万 就是它的 就是负离子非常高 是 那什么叫负离子呢 其实它就是带电 对 带电子的叫做负离子 那么你人真的会接触到那大自然的电厂 市场 就会被充电的感觉 非常愉快 对啊 难怪我们每次呢 真的 空气那么清晰 对 就是你讲 就不一样 闻到那个味道 对 对 对 那种森林域 可以闻到这不同的花香 不同的那种树木的 它会是发散一些油脂的那种分方的味道 花粉的味道 那杨教授 你走过 我们讲台湾好了 然后你走过台湾 哪个地方让你觉得 这有 这有感觉 因为我家的关系 我们最好常到家附近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跑太远 对不对 是 比如我家住在中正纪念堂那边 那就是大公园 那由那边我就到附近 比如到植物园 是 到二二八 是 那个 公园 是 或者再往 往多走一点 就到大安森林公园 是 这几个大公园 让我们就到捷运 坐捷运 就跑到那个就是新殿 是 那边也很好 对 乌来 对 然后或者 你就可以跑到那个 像你要到海边去 你就跑到淡水去了 对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 台湾是非常棒的 在台北附近 就是阳明山附近 背头阳明山 对 也是很 任何一个小镜 对 在那边走都会有一些 惊艳的感觉 是 非常快乐 对 没有错 其实刚刚杨泽授讲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利用家里附近的公园 像阿娇呢 以前常出外景 那我们也会到国外去出外景 你就会看到一些欧美国家 然后到像日本也好 韩国现在也是这样子 你到那种假日 你假日的时候 到他们的那种大公园去 你会发现坐无虚席 没错 每个人呢 就是一个那种餐巾店 对 那个一铺啊 然后就在那上面野餐 你就会看到呢 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啊 打球的打球啦 对 丢飞盘的丢飞盘啦 玩水的玩水啊 夏季啊 对 很快乐 他们好会利用这个公园的整个环境 因为现代人呢 大部分住在都市 那都市很集中 空间都很小 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出去 来享受大自然 对 而且这也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休闲跟放松的方式 至少 你每天在家里 你要多望窗外 看 窗外的绿树看远一点 对 或者看蓝天 就好像把自己已经释放出去 对 做一个大解放 不过我们说解放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嘛 是 但我们说女人哭啊 我们常说女人的寿命 会大于男人 大概差不多个五年 那有人就说 为什么女人会比较长寿一点 是因为女人爱哭 那哭是不是也一种压力的释放呢 非常棒 哭跟笑啊 是 哭是由内而外的压力释放 那笑往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好玩的东西啊 由外而内的 对 你看那个婴儿 baby啊 婴儿她哭完之后 她会睡得很香甜 因为她的压力释放了 可是我们大人都觉得她是哭泪了 婴儿她很自然嘛 她当然她有时候也哭泪了 也哭泪了 但现在不舍得让婴儿哭那么久 是 其实她哭完之后 尤其婴儿的声音很嘹亮啊 是 甚至她都有那种 heating power 有那种治愈的能力 所以 常哭的婴儿 她的肺比较健康 肺活量比较大 真的啊 那么女生爱哭 其实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就是怨气 压力到一定程度了 我就哭了 那哭了 她自然流露 是 那么男人就撑住 对 这最不好了 其实对身体很伤的 越撑越久的人 伤肝 对 也就是闷气 很多气发不出去 是 所以我们主张是 人有哭的权利 你该哭你就哭了 你感情流露 或者你看一些电影 你被感动了 你就流露 那个很自然都很好 对 对 不要好像 就是舍不得释放 还是不敢释放 堅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们说以前 妈妈都会教小孩说 男孩子不准哭 要勇敢 其实现在呢 从妈妈的观念 就要开始做调整了 你要说 你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这个问题 是让你压力很大 大到你必须哭出来 你就大声地哭出来 对 不要管他是男生女生 对 其实每个人都有 这个释放压力的这个权利 没错 你说哭完之后 你觉得情绪变得比平和了 对 真的觉得蛮舒畅的感觉 而且教授我们说哭啊的感觉 很像是一种排毒 他就是排毒 排情绪的毒 对呀 情绪是最毒的 情绪是最毒的 其实很多癌症治不好 都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情绪 你看医生他用开刀 用化疗 用放疗 他没办法帮助病人排情绪的毒 对对对 你看我们说女生的肺癌 女生的这个乳癌 那个乳癌 它正好是在我们的胃经上 是 胃经是很敏感的 受情绪影响最 最明显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排情绪的毒 因为情绪会影响整个身体的荷尔蒙 是 那你如果情绪乱 荷尔蒙就乱 不平衡 那荷尔蒙会引起细胞的增生 平衡 各种现象 是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能懂得如何排自己情绪的毒 非常非常重要 OK 每天都要排 那杨教授您的方法呢 其实我经常去散步 散步也有排毒 就像这种清闲之外 我喜欢哼歌 我从来不去KTV 我在家里 我用哈跟西两个哼歌 我任何歌 我都用哈哈哈哈 就你喜欢从小喜欢唱 用哈 然后或者嘿嘿嘿 那你这样的话 最重要是你的嘴角要上扬 嘴角一上扬 你就启动身体的幸福方程式 产生微笑的效果 那幸福方程式一启动 身体整个磁场改善 你人际关系也改善 你变得很快乐 是 对 从而到到我们有很多熟悉的歌 我们不是歌手 对不对 但我们至少可以治愈 是 你喜欢的那种 就哈哈哈哈嘻嘻嘻嘻 就你也不必记得歌词 很多歌词我们记不住 你也不必要因为 因为怕忘词 有压力 就用哈跟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来哼歌 治愈 对对对 你就觉得很快乐 而且我觉得现代人呢 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对对对 对我觉得 很大的负担 对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而且说实在 那真的是一个没有必要的负担 我们说呢 其实我们想要表现什么 然后想要感受什么 只要不影响他人的自由 然后不会去侵犯到他人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 我就自在地做一个自我 然后很快乐地过我的每一天 对不对 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 安心 就是对自己的良心安得下来 对 我吃得香 我睡得好 对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批评 别人的眼光 对对对 内求 不要老是在外面 就是生命的需要很简单 那生活的需要太复杂 欲望太多 有些人慢慢年纪大了 身心灵 对 身跟心的欲望 慢慢慢慢把它降低 对 比如爱吃 对 比如爱 对异性有太多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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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想法 不如慢慢慢慢地 让自己能够升华 是 是 跟天人合一那种感觉 对 跟大宇宙 对 对对 因为我看到现在有太多人 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包括我们的下一代 也是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 就是 我们说外在的这些 评断很多 就比方说从你的外表 从你的学历 从你的工作 从你的事业 这些都是外在的 那像刚刚 对 杨教授讲的就是说 你要内求 没错 对 你要自己去 就是从自己 你的潜力 对 你的兴趣 对 这个比较重要 不要老是在意外在的眼光 怎么来评断你 然后把你这个人 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不要比较 不要计较 因为每个人都是全是 全整个宇宙唯一的一个人 对 所以你就等于是一个 Masterpiece 对 所以你想想 你有多么的独一无二 对对对 欣赏自己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说 健康很重要 从刚刚我们聊到这几个方式呢 还有就是其实杨教授也讲的 这个体内的进化 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所以我们下注 欢迎回到热火在人间 什么才是一个热火的养生之道呢 您的方法做对的吗 我们刚刚听杨教授讲了很多 他自己对人生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杨教授我们说 这个当然要整个人的放松 当然我们说说的简单 做的可能不容易 但只要你愿意做 对 假以时日都做得到 但是还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让我们去依循的 对不对 我们比方说体内的进化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去做的啦 对对对 体内进化我们先讲先亲后补 先亲后补 这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我们累积了很多的毒素在体内 比如代谢 我们比如讲酸毒好了 当我们身体缺氧会产生乳酸 那糖尿病人呢 因为糖的利用不好 会产生病酮酸 那个通风的病人是尿酸 对对对 这些都是对身体的毒素 因为会改变身体的酸减质嘛 是 不让身体呈酸性反应 是 那么你最好是用水啊 用各种方法啊 吃好的食物啊 能够把它等于去血排毒 嗯 然后呢你再补 就是浮症去血的意思 是 用滋养 是 那当然我们待会会讲那个次序啊 你补维他命啊 补矿物质啊 补酵素啊 补水啊 是是是 目的就是勤补之后啊 让身体恢复本来应该有的治愈能力 因为我们说每个那个人啊 都有自己的治愈能力 他自己会把一些问题啊 修护改善 对 他会变健康 对对对 身体比如我们睡觉的时候 身体在忙着修护 嗯 所以睡觉那么重要 是 那么你只要常常去注重身体的治愈能力 身体会进入一个再生的状态 是是是 这就是回春啊 就人不要去做各种什么 小吃美容啊 那个开刀 那都是我认为 多余的 对身体的这个不尊重 我们对身体 你微笑就能改运了 对 你一个笑脸 何必要把自己打的那个整个脸都僵硬下来 对对对 那么你那样做 自己看起来就年轻 人老了会看起来很慈祥 对 那么那不是很好吗 对 因为它很自然 是 那我们讲轻什么补什么 嗯 那轻的比如体内有过多的自由基 嗯 这是不好会让我们生病的 对 造成发炎 老化 太多的废水 嗯 就是那个水出不去 嗯 造成水肿 废气 刚刚讲的酸毒 对 还有各种油脂啊 嗯 那油脂在体内呢 比如像那大耀心啊 多禄莲本啊 那些毒素都会在体内出不去 嗯 嗯 那样让它排掉 是 各种吃各种药 累移的药毒 这个你酒不排的话 就伤肝伤肾 这个就可能我们平常一些 吃一些药的 不需要的药 对对对 比如说美国人老人呢 平均一天吃四种药 台湾吃六种 哇 就表示我们吃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更不需要的 嗯 然后重金属污染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嗯 嗯 刚刚讲的情绪的毒 是 是最毒的 嗯 那补什么呢 第一要补水 对 因为身体百分之七十是水 尤其在细胞内 嗯 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水呢 我们要特别来了解一下 对 因为阿教对水也是兴趣相当的高 对 因为我觉得人要 基本要活下来 就是阳光 空气 水 这是基本的生命的三要素 没错 那水我们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 杨教授也说 他出了两本专门谈水的书 对 那我想要听一下杨教授 您对水的一些见解 为什么知道 因为他占身体百分之七十 意思是说 如果你把身体百分之七十 的水改善了 对 基本上就健康了 那怎么改善这个百分之七十的水 你看我们每天喝百分之 我们每天喝两公升水 对不对 对 两千cc 两千cc 那二十天呢 就是四十公斤了 对 这大约我们身上的水 也就只有四十公斤 哦 如果你这样子一直换水 比如说我现在 本来住在这边 那我搬到加拿大温哥华 对 那边是冰山雪水 对 二十天之后在温哥华 我身上的水已经不是台湾的水了 是温哥华的水了 哦 已经被换水了 对 换掉了 对 那么那边的水如果比台湾的好 那我的健康就加分了 OK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叫做细胞便秘 有没有听过 细胞便秘 对 我们人会便秘 对不对 对 你看我们人大肠那么粗 对 都还会排不出便来 对 那么细胞那么小 对 因为我们人现在吃太多的盐 是 那盐本来在细胞外 那自然食品中有钾比较多 钾在细胞内 那为什么钾在细胞内 那个钾在细胞外呢 就决定水的分布 比如我们三分之二的体内水 是在细胞内的 三分之一在细胞外 就包括我们的体液 我们的血液 那在细胞外 那只在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二在细胞内 但现在人偏偏吃太咸 太重口味 太多味精 对 这些酱料 各种的 是是是 人工的一些添加料 对 结果让钾太高 那天然食品吃太少 钾太少 那么因此 这个整个水的分布就错了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 最好卖的药是高血 那个便秘之外 就是高血压的药 还有就是细胞内的水不够 那细胞内的水不够 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营养进不去 废物出不来 所以我们叫做细胞便秘 所以体力环保 你让你的每个细胞 我们算有一百兆的细胞 如果都很健康 因为人基本上是健康的 人是不会生病的 好 那我们说好的水这么的重要 对 那什么是好的水 什么是健康的水 我们待会讲 那么你 人要吃 我们吃一些水果蔬菜 生肌饮食 补充酵素 还有纤维 还有益菌 矿物植物 维生素 这我们常常补充的 维他命 氨基酸 脂肪酸 微量元素 植物生化素 这是抗氧化的 就是我们吃的各种 有颜色的食物 花金素 茄红素 对 叶黄素 OK 还有糖質营养素 这是新的发现 它能够促进我们细胞 跟细胞之间的沟通 OK 因为你刚刚讲到水 对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李时针 水为百药之王 对 一百多年前他这样讲 三百多年前 李时针对水的认识圈超过现在的专家 真的 真的不好意思 他如果水是自揉自刚 又阴又阳 那水能够预防的改善疾病这么多 膀胱发炎 尿道炎 痔疮 便秘 头疼发炎 脱水通风过敏 这么多毛病 事实上我们得这个病 我们都以为生病了 所以我们就吃药 把那症状压下去 但病因没有好 没有解 所以人还是会生病 其他问题是跟身体水不够有关系 就脱水现象 你刚刚讲的一件事 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我要挑什么水 对啊 什么才是好水 健康的水 我研究水 研究经络 研究酵素 那么现在 其实我们的祖先注重经络 但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现代科技 能够量测经络 量测经络 你发现这个图 这是好水之前 好水之后 最重要在这里 你看这个图非常简单 蓝色是越多越好 蓝色越多越好 蓝色是最好 然后有颜色的红色紫色 蓝色是越少越好 你看这是干 是 这个人有干火 然后这是肾 肾是朝下是虚的 你看好水 不但把这个干火下降 然后也补了肾 所以它就是知应补养 OK 所以水有这样的效果 而且是可以量测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都要可以量测 因为大家相信科学数据 你能够图像化 能够量测 这是我们一定要进步的一点 我们讲中医 也一直原地踏步 就是他们非常忽视的量测 其实我们现在早都可以做 这非常简单 便宜的仪器都能办得到 那这个重要在哪里呢 我们人要健康 要疾病要简单化 就是要能够让你的五脏六腑健康 对 五脏嘛 对 干净脾肺肾 对 能够就怎么去补五脏 那补五脏第一名也是水 那你刚刚讲怎么样找到好水 对 怎么找 怎么找 我们现在提到这里 大家已经开始觉得药药欲试 博士我们怎么找到好水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好水要有四个步骤 第一点它要干净 不能有太多污染 重心是污染那些东西 第二它要软化 软化的意思是说 它不能有太高的钙跟鎂 钙跟鎂对心脏是有 血管是有帮助的 但是too much is no good 太多会引起肾结石 膀胱结石不好 所以它适度软化 就钙鎂的意思就是 不能没有 但是大概是50到150个毫克 每一公升 那还可以活化 比如我们不讲 台湾不是有很好的 这个卖饭石 鹅卵石来的石头吗 其实那些石头都有能量的 那么当然有能量的石头很多 什么摇烧的陶瓷啊什么 都可以让水活化 让水小分子团化 就是平常水比如说 死水 一旦死水 它没有生命了 它大概15 16 18个水分子在一起 那小分子团水呢 大概5到8个 它就是 就等于它活化之后 就变得更旺盛了 对不对 它容易进入身体 它的表面张力就下降 它的吸附力就加强 它溶解力也加强 了解 那么它容易进入身体 然后也容易出来 它可以把营养素带入细胞 因为细胞很小嘛 对 它把它带进去 然后把肺物清出来 那现在最棒的是 我们已经研究到 可以氢化 就喝水就能达到 卡文化的目的 那这是什么样的水 可以氢化 其实长寿村的水 都可以氢化 那什么是长寿村的水 其实我研究水的原因 就是因为研究长寿村 比如全世界的长寿村 比如广西的巴马 云南的中殿 香格里拉 或者那个Discovery 常常介绍Hansa Hansa在尼泊尔那边 喜马拉雅山半山腰 那些地方因为它都有冰山雪水 冰山雪水经过 到了地底下 又在 因为地底的水的压力 它又变成泉水 出来之后 它会把在土壤 在化石中间的 古代的父亲带出来 父亲粒子带出来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胶脂 你看我们不是做精力汤吗 里面有很多的胶脂 那常常都是带负 就是带电的一些胶脂 那就是可以给我们身体充电 那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可以把这个copy 就是我们当然不可能 跑到长寿村去 对啊 我也是这样想 我们在都市就能够享受到 这么样的好水 哇 好 那我们说呢 我们刚刚也讲到 就是水是百药之王 对对对 那既然水这么的重要的话 台台医学院 他们做了很多这么样的研究 那我们去哪里找好水 有有 然后还有什么离子水 什么水 碱性水 太多了 我们检验了一个标准 就是它这个水 能不能在大自然出现 就像长寿村的水 它就是大自然的水 所以它一定要不要插电 OK 为什么 因为插电就浪费能源 是 因为现在我们不在节能减碳吗 我们不是想要费核四吗 是 我们不要再浪费电了 OK 所以它一定不要插电 是 凡是插电的都浪费能源 OK 不但伤身体 而且伤地球 对 我们说地球只有一个 对 所以我们要好好爱护它 所以水呢 其实在地球呢 我们说整个地球里面 百分之七十也是水 你看身体也是 都是海洋 那身体也是一模一样的 百分之七十对 所以好 我们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水 该怎么选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其实阿娇很幸运 以前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因为我跟阿希大哥 就陈伯在阿希大哥一起主持节目 那时候在我小小的心里里面 他就帮我埋进了一个种子 他很小的时候就告诉妹妹阿娇说 这个水是人相当相当好的一个良药 就是说我们人 其实身体我们刚刚也讲到 有自己的自愈能力 我们常常其实忽视了自己 这样的一个能力 其实你怎么样让自己身体 是处于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里面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接触大自然什么 这些都是一个方法 但很重要就是 平常的饮水 饮用水里面 它就蕴含了很大的玄机在里面 所以怎么样的好水 刚刚杨教授也讲了 符合长寿村的那个水都叫做 十个条件 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的条件来 我们继续看一下 你刚刚讲的一句话非常重要 好水有疗愈的能力 对 就以所谓一定跑 那刚刚我们介绍过 其实好水不要擦电 不要擦电 就我刚刚讲的 能够净化 软化 活化 清化 根本不用擦电 另外是不要制造废水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外面的水积 种类非常多 很多都是噱头 讲什么高科技 讲什么太空水 那些 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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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杨教授 只为了商业行为 是 它出来的水未必好 因为现在我们除了体内环保之外 还要照顾地球 对不对 比如台湾 因为是共生的 你看这场下雨之前 台湾是干旱的 对 但是你如果制造废水的水 比如说 他把这个水插电 制造了废水 那么你就浪费水源 是 每年浪费几个水库 所以它非常非常严重 是 那么好水 因为它有疗愈的能力 它可以满足每个细胞的需要 对 喝好水的感觉就是 大概两三天之后 你的便秘就结束了 好棒 为什么 因为好水 你会口感很好 检验水最好的方法就是口感 对 它是甜的 对 它是很顺的 对 喝到肚子里面去之后 因为它小分子团 很容易进入身体 对 它不会在肚子里面 好像卡在那个地方一样 那么很容易满足身体的需要 比如大概一小时 半小时一小时之后 你一定会想上洗手间 因为它已经把废物带出来了 对 对不对 那么 所以好不好的水 这也是一个检测的方式 口感 相信你的口感 因为说实在的 阿娇也是这样子 我曾经到台湾的一个高山 叫做华岗 好像还没有到很高 但是华岗的一个山上 我那一次去露营的时候 那是我喝到印象中的 真的是人间的甜水 那也是很棒 因为它也在很高的山上 没什么污染 那个早上 我们在洗脸的时候 那个嘴巴微微 嘴唇你会去沾到那个水 你会沾到 你就发现 甜的 稍微过滤一下就可以喝了 对 所以很多人拿那个水桶 倒散了去洗水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那个真的是一个水 这个甜的水 好水真的就有这个功能 没错 对 那所以身体70%是水 所以你如果满足了身体70%的需要 其实人便不是那么容易生病 对 是 好 那我们说这个第二点是这样子 还有吗 选择净水器 我们看看 为什么要喝好水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食物有太多的毒素 那所有的毒素都要融在水中 才能够离开身体 对 对不对 你看现在的食物已经不是原来的食物了 所以为什么讲到生机饮食 抗生素 动物砂糖剂 酸鱼 农药 化学肥料 这些东西都跟着食物 然后还有现在人喜欢吃加工食品 对 那加工食品里面有7000种的添加物 都进入身体了 是 那如果你不喝好水 不让这些东西溶解 排掉 那现在的问题之一出道 我们太喜欢喝饮料 尤其喝寒糖的饮料 对 那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说 每年因为寒糖饮料造成25万人死亡 这么严重 糖尿病 猛爆性糖尿病 是 现在纽约不是说要禁止 对对 大瓶的那个寒糖饮料吗 是是是 那真的有时候突然间常常喝大瓶的饮料 会得猛爆性糖尿病 哇 大家都轻忽了这个事情 对 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现在人喝的 吃的糖是我们古代人的几百倍 是 因为古代人没有那么多糖吃的 那现在比如我们又吃了很多 我们叫做高糖食品 对 比如说白米白面 这些都是高糖 很容易造成那个血液的 那个血糖上升 其实吃太咸跟吃太甜 的解药就是水 但是你不能 所以我们说好水太重要了 对不对 因为它都融在水中 对 就可以离开身体 那好 那我们就既然知道水是这么的重要 对不对教授 那好水就 我们说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净水器 你光要选择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 那像是我们说水有分什么碱性水 离子水 然后呢 什么微量元素水 对对 电解水 电解水 矿物质水 对对 那到底告诉我们教授 我们应该喝什么样的水 才是真正在您书里面提到的好水 就是自然的最好 自然的 对它有为之 就是至少它净水需要 有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两个原则 对 你不要再插电了 你不要制造废水 那个都是一些噱头 多余的 所以你所谓的好水 其实就是它很天然的 那里面要含有什么矿物质吗 或者是碱性 有 所以真六水不好 对 我要问的就是这个 其实我跟你讲 水没有好坏 没有好坏 只是用错的地方 比如真六水 适合用在化学实验室 是 比如逆胜头水 适合用在晶圆场 不适合人喝 因为它里面 那人最需要喝的是哪一种水 喝了会最健康 就是能够模仿大自然 长寿村的 在大自然能够让人 长寿健康的好水 对 其实做得到的 但你要用心去做 对 那但是这样子的水 有什么样的条件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 刚才讲过 它是小分子团 对 第二 它不能有任何的 严重的污染 然后第三 它不能有一些怪的味道 什么 它喝起来是香甜可口的 然后它的这个 吸附能力 这个表面张力 也恰到好处 然后它带有好的能量 水是有能量的 很多媒体人说 水哪里有能量 水没有热量 但它有能量 它能量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会 水的能量 怎么让你感受到 对 比如说有那个大悲咒水 那个端午节 有那个午时水 对 那个都是跟天地之间 得到的一些能量 因为你喝水 你感谢它 它就得到感谢的能量了 水是carrier 它是个载体 它会把周围环境的东西 都会带在水中 所以有人说 自来水的水很干净 为什么还要装净水去 因为从你家 没有住在自来水厂的隔壁 从自来水厂到你家 那个管路 管线被污染 对 而且有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管线 社区的老旧 几十年的 铁血有什么 生锈了 对 还有水塔的污染 对 因为水塔的水 你说蟑螂喝不喝水 老族喝不喝水 他们都喝水 他们都跑到水塔去了 可能全家去 晚上在那边洗澡 你就跟他共用 所以我是呼吁大家 每个人在你的 如果你要做好养生保健的话 你家水龙头前面 一定要装一个 能够保障你安全的净水器 但是简单的 不要花太多钱 我觉得杨教授的观念 真的是非常的棒 模仿大自然 对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说水很健康 像阿娇自己就是 会感受那种水的力量的 有的时候像我刚刚举例 就是我到这个山上去 出外景的那个例子 还有我们说喝水 水很健康很重要 喝水的时机点 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会帮我们 做体内循环跟代谢 排毒的这些动作 所以有的时候 像我早上刚睡醒的时候 我就会先喝两杯的温开水 然后那个温开水 在喝的时候 我不会急躁地喝它 我会含到嘴巴里面 慢慢地吞进去 对 那在这个吞的过程 你就会感觉上 你的身体的细胞 被你喝进去的水 给滋润了 我这样讲好像是很空泛 大家会觉得说 阿娇你在乱讲话 其实真的不是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试试 你早上起床的时候 给自己 那两杯水叫做养生救命水 可以预防中风 真的 因为我们一夜 很少有人半夜起来喝水的 对 因为怕贫尿 对 对 所以早上起来 身上身体在脱水状态 只好喝500cc是很棒的 就你刚刚讲要慢慢喝 对 然后其他喝水时间 在两顿饭中间 吃饭的时候不要喝 吃饭的时候不要喝水 会稀释你的胃意 消化意 所以早上10点 下午3点 膀胱筋时间5点 都是喝水好 然后晚上8点 晚上8点 然后就是喝完之后 尿排一排 然后你睡觉 OK 所以说得很好 你们听到教授这样子 告诉我们的养生之道 喝水其实就是一个 最简单 最方便 也最 我们说最节省的一个 养生之道了 对 就是你不要买很多的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来 其实只要你把水 这个喝水的观念建立了 其实你就可以养好自己的 这个身体保健方面的事情 还有真的 我也要在这边 再次的提醒各位 因为有的时候 就要看很多人 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一口饭一口饮料 一口饭一口饮料 真的我看了都有点胆战心惊 对不起自己的脱衣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好的 一个饮食习惯 我们都希望 就是活在这个人间 就是要乐活 怎么样的乐活 就当然是身体健康 就有一个乐活的人生 在这边我们非常感谢 姚教授今天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乐活在人间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